近日,台南市中山高安定交流道发生一起翻车意外 一辆休旅车自交流道下北向闸道出口后 不知何故形象对象车道,撞击道对象来车 撞击率之大,造成休旅车当场翻转好几圈 驾驶被甩出车外后,还直接撞上另外一台轿车的挡风玻璃 休旅车驾驶被抛出车外,全身是血,后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 现场休旅车飞散的车体零件散落一地 还飞撞到其他车辆,故有两车遭波及 所幸除休旅车驾驶外,其余民众虚惊异常 仅车辆受损,人未受伤 卡在车前,差不多在前面后 造成这间当时的车速很快 我看到已经飞出来 已经飞出来,失控飞出来 已经飞出来,我没有看到他在那一段的车